最近在英國也有實例證明了這件事 英國一間電視台元旦日開始 播放一套只有四集的迷你電視劇 賣點是真人故事改編 至少有900萬人次看了 劇集播出後 大家翻查真人故事的真實經歷 輿論的反應 令當年的舊事佔據主流媒體今日的頭版 當年的舊事更加被形容 是英國法律史上的最壯廣的錯誤 我們在戰鬥對英國政府的戰爭 而我們只是小小人 一套根據真人真事拍攝而成 在今年元旦開始播放的電視劇 喚起不少人再次關注這件 被形容是英國最大一宗司法不公案件 劇中提及有人因此家破人亡 甚至入獄都曾經真實出現過 要明白這一宗冤案 先要了解英國油證服務 王家油證集團在踏入2000年改組 旗下的油證貴委服務 分拆成現在的油局公司 負責前台收件、油票銷售等 之後更發展到油證儲蓄、保險等業務 公司為了省成本 將服務外判到街坊集貨店或一連鎖店 成為油證之局 店長兼任代理商 但他們不是油局公司的僱員 油局公司在1999年 引入叫Horizon的電腦系統 負責管理帳目和匯計 但系統被發現有失誤 帳目會無故消失 這個情況亦都在全國多個代理商中間出現 有代理商因為擔心 違反和油局公司之間的合約 生計不保 致行填補可能達到幾千 甚至幾萬磅的款項 令到收支平衡 油局公司並沒有理會有關系統的投訴 並且在2000年開始 以Horizon的數據 向這些代理商採取法律行動 指他們監守自盜 涉及盜竊、詐騙 或者是虛假申報帳目 到2014年 有超過700人被起訴 部份人要作出巨額賠償 有些更加要坐牢 有代理商懷疑壓力太大自殺 尤其是人們 有很渴重的生活 在大量的錢 當他們有百分之千 如果不是千萬人 受苦 當他們知道真正的真正 在這件事 並不忍耐了真正的真正 主角之一亦是劇集的主人翁Alan Bates 是其中一个代理商 他将自己存下的Horizon系统数据 交给一本电脑雜誌 并且在2009年将事件公开 Alan Bates同年也成立联盟 为同一处境的人争取权益 联盟在2017年就事件反告油谷公司 官司持续近三年 油谷公司最后提出庭外和解 愿意向超过500个提告人 赔偿5,800万英镑 高等法院亦裁定 Horizon的系统设计存在缺陷 误差和瑕疵 导致在会计运算上出现差额 我正在祝福 我只是给你36,000磅 加1,000磅的课程 我还没有去联盟 我还没有做错 裁决促使政府就事件召开公开聆讯 和独立调查 早前被油谷公司控告的代理商 亦都申请复核他们的案件 但直到去年年底 只有93人的控罪或犯罪记录被撤销 直至剧集上星期播出 事件再重新得到广泛关注 一连四集的剧集 全国有900万人次收睇 短时间内就成为舆论焦点 新闻年日报道 亦都令到更多受害者站出来 接触律师准备向油谷公司采取行动 首相新卫城近日也不止一次就事件表态 他宣布将会提出法案 被受今次丑闻影响的人 尽快免受起诉和得到赔偿 期望今年底完成程序 已经被定罪的人也会得到赦免 油政官员表示 受害人要先签署无犯罪声明 又强调国会立法推翻控罪的做法 前所未见 需要谨慎进行 以免影响司法独立 油谷公司和Horizon的拥友人 日本傅士通都曾经对事件表示协议 但没有高层人员需要负责 我们是一个商业 真正在意义为我们的工作 如果有任何犯罪的犯罪 我们在历史上会有很重要的事件 让我们在历史上实际上 而油谷公司当年的总裁 Pola Vannos 就在超过100万人联署之后 今个星期宣布交还CBE分函 警方表示 正就油谷公司向代理商 采取的法律行动进行调查 经过近20年 为同业争取权益的Allen Bates 形容政府的做法是行前了一步 但强调魔鬼就在细节当中 结果是怎样 要拭目以待